金融新大科技偵查隊幹員破門而入 當場查過一座伊托米紙分裝廠 這處毒品分裝廠就藏身在中田區的民宅內 警方調查分裝廠除了製作上司煙蛋之外 還有製作大麻煙蛋和毒咖啡包 本分局近期期貨多起飯前 適用持有第三級毒品伊托米紙案件 經深入分析毒品來源以及購買管道 追查某名飯前利用本市民宅作為毒品分裝工廠 經報請台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指揮偵辦 動員警力自行搜索 查獲飯前持有伊托米紙原料 還有伊托米紙煙蛋成品 就是我們俗稱的殭屍煙蛋等毒品物證 還有方口機電子磅秤等毒品物證 全案伊毒品案移送台灣基隆地先處偵辦 而國內陸續發生多起 因為適用伊托米紙駕車造勢 接連發生傷亡案件 警察局第四分局一個月內就破獲7件伊托米紙相關案件 順利逮捕到7名施案嫌犯 有鑑於近期社會發生多起伊托米紙適用者駕車後 造成豎起遠景及民眾不幸生物的憾事 加以毒品種類推責租金 新興或本而行毒品日益猖獗 嚴重強愛社會及青少年健康 雲在配合中央修法後 基隆市井燃於地質分局一積極物件查契 於今年9月至10月 迄今已查獲伊托米紙违法案件 合計7件7人次 並成功掃蕩分裝場一場 起貨毒品煙彈、電子放生及煙彈工殼等證物 基隆市井燃於地質分局呼籲 伊托米紙現已列廣為第三級毒品 製造運輸販賣可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 並科1千萬元以下罰金 獨家致死最重可辦10年徒刑 沒有 你怎麼了 你吃什麼 煙彈啊 此外 警察局第二分局 在查契毒品也大有斬貨 今年8月到10月 總計查獲伊托米紙違法案件18件17人 並起出大量毒品煙彈、吸食器 本分局針對販賣第三級毒品 伊托米紙藥頭 積極溯源 於今年8月至10月份迄今 已經查獲伊托米紙違法案件 合計18件17人次 並且起貨大量毒品、煙彈、吸食器 及不法所得新台幣5萬餘元等證物 本分局呼籲伊托米紙已經於今年8月份 公告為第三級毒品 不論是製造、運輸、販賣、石油 以及施用皆有刑事責任 切勿以身釋法 警方將加強宣導毒品之危害 與社會大眾共同反毒 並且積極權力掃蕩 以維護國人之健康及安全 警方調查電子煙彈中 常常混合新興毒品、伊托米紙 俗稱喪屍煙彈 金融市警察局強力取締 不要讓這項三級毒品 持續危害民眾健康 記者黃少鳴金融報導 你吃什麼?煙蛋啊? 你吃什麼?煙蛋啊?